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香港 今晚和你们一起关心香港的 有我Ice和Maggie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宣布 续清辣椒的楼市需求管理措施全面撤销 即是无需再给买家印花税 额外印花税和重价印花税 楼市全面撤销之后 一二手的交投反弹 带动案写申请量都增加了 有案写顾问就说 近期银行审批案写进度缓慢 时间由大约一两个星期拖长到一个月以上 个别银行甚至未必接受村屋、堂楼 和高楼零单位的案写申请 有案写顾问就建议 准买家可以同时向多家的银行查商 和提交案写申请 同时也建议市民在入市的时候 最好和家协商一个较长的成交期 因为现在申请按揭 有机会要预留两个半月以上的时间 以免失如船 大家关心楼市经济 也关心假期消费 还有两个星期就到五日黄金周 我也有内地朋友来香港玩 打算带他们去古宫博物馆、山顶、天壇大佛 听到你都知道很兴奋 而且节目很丰富 旅行业议会估计这五日假期 会有大约80万个内地旅客来香港 较上年同期上升三成 其中青岛、西安来港旅客会上升五成 旅议会估计 假期头两天会是入境高峰期 每日大约有220个旅行团来香港 之后每日平均有160团 即大约26000至28000人 行政长李家超日前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 民体旅局已经就五一黄金周 举行跨部门会议 和多个旅游相关机构跟进预备工作 到时各个口岸会加强人流管理和交通班次 警方会安排公共交通工具 利用新深路设立的指定专用行车线 前往罗马州黄江口岸 而海关、警务处、入境处等部门成立的 跨部门联合指挥中心也会启动 监控陆路边警管制站的情况 适时公布各关口的安排和人流资讯 为了吸引旅客 旅发局早前都宣布 5月1号将会在尖东海滨举办 维港烟火表演 希望热闹点大家开心消费 精彩的活动又何止那么少 康文处首度策划中华文化节 不单只有中国戏曲节精选剧目 还邀请了内地优秀艺团来香港演出 究竟详情是怎样呢 我们一起去片了解多点 人生第一次接触中华文化艺术就是粤剧 因为小时候在电视机看到帝女花 就觉得里面表演者的妆容很特别 服饰也很漂亮 都带哥我就尝试去了解多点 关于戏曲这门的艺术表演 2024年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首度策划中华文化节 希望加强市民对中华文化的认识 首届中华文化节内容丰富 包括中国戏曲节精选剧目 本地多元文化节目和活动 更会邀请内地优秀艺团来港演出 促进不同地区和文化界交流融合 4月18日就举行了节目巡礼 香港我们在这里是有中西文化汇水的优势 还有我们也有一个广阔的国际网络 中华文化节将会是 云洋中华文化办公室成立之后 第一个重要的品牌项目 还有我们是借这个项目去推动文化交流 向世界各地的艺术文化爱好者 还有我们的旅客 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还有多样特色精彩的香港文化 作为我们的目标 其实当初你们为什么会构思中华文化节 当中的目标又是什么 我们希望藉着筹备一个大型的中华文化节 令到我们其实平时日常都很多筹办文化艺术节目 令到这些艺术节目更加有系统地推出去 我们今次会在六至九月期间 听下去四个月都很长 其实节目真的很多 有三十几项过百场 可以给观众市民有更多选择 在不同的设入点 例如舞蹈、音乐、戏曲 不同的类型的节目 包括电影、展览等等 透过这些活动 去欣赏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不同的界面 有没有一些心水的表演节目 想推介给大家 我的心水一定是开幕节目 《五星出东方》 《五星出东方》 这个舞剧到底有什么重点特色 舞剧 所以首先是五种丰富 舞蹈好看 再有一个我们是人物角色丰富 而且它是形象特征鲜明 看到了我们刚才三个主人公 马上就了解了我们这是一个讲述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品 但同时三个主角 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民族 所以他们从素不相识到深深认同 从剑拔弩张到握手言和 所以是非常有爱 有情感 民族交融交往交流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见证 然后同时呢 它的服装 服化道的审美也非常具备中式美学的特点 所以大家看到很享受 不论是在大汉还是在西域风格 将两者之间进行了非常好的艺术融合 所以从审美上是具备当下时代感的中华美学精神 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一部作品呢 从它的历史意涵 文化价值 以及它的在当下观众对审美的需求上 都能满足大家 粤剧命令罗家英一直勇于创新 今次他就改编了法国作品《大鼻子呈盛》为粤剧 你们今次的《深天粤剧》有什么特色 这个字呢就叫大鼻子呈盛 那里面呢我就要扮丑样大鼻子 因为我鼻歌很大个呢 就不得到女子喜欢 虽然我和她是自小一起长大 但是我很喜欢她 但是一路都不敢表达 而她的目光向了另一个人 那么如果我帮助了另一个人 怎样去追求她 就代表那个人写信 写诗 写词 给她 让她看完之后感动 而喜欢了这个男孩 体会到那样东西 人呢不是因为外表的 也都要看个内心 一个内心可以代表了她的外表 那带了一种可能是一种感情的升华 因为多数都是直接的 就是大家你对我我对你很直接的爱情 但是这个呢就是透过了一些信件 一些诗词 才是领略到原来 就是她可以表现到她的内心 内心比外表更加重要 那你们期望今次的演出可以达到什么目标 由6月开始去到9月 中华文化节会有很多很多精彩的表演节目 展览和港座 在康文村不同的地方那里举行 大家可以去到中华文化节的网页 选择一些心水节目了 不少青少年在成长期都会有不少迷茫 好像自己有什么专长 将来会做什么职业 有机构就开始一个叫深浪潮的计划 邀请一些年轻人去到一些文创的单位做实习 探索他们人生新的路向 是的 参加者还要策略不同社区项目 在最后的成果庆典活动 邀请公众体验 今晚等深浪潮2.0 观塘友乐联合策展人蔡展辉 和古佩林分享一下这个计划 欢迎两位 首先请教Steven 其实这个计划是怎么诞生的呢 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 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 我们就是深浪潮at深水埗 其实集结了文创 社区参与 司徒制的工作体验一个青年计划 由深水埗搬到观塘的时候 继续延续这个精神 这次有18个年轻人去到旧间小店 也有些当地 当区的NGO去帮忙 做一个师傅带领 让他们走到社区 上一些社会创新的策钱项目 Steven 为什么今次会选 观塘这个地方进行这个计划呢 我想其实深水埗和观塘都很像 都是一个新旧交替 变得很快 观塘我们就会看到 其实过往我们叫做工厂区 其实工厂区现在没有工厂 但是楼上有很多媒体 文创的公司 小店 其实周末很多时候 有些年轻人在那里寻补 我们发觉 咦 都是可能有些想象 新旧交替的另一件事就是社区 究竟有没有快乐呢 我们观塘有乐就是想 透过年轻人实习 司徒制做一些策展活动 去问一个问题就是 咦 究竟观塘的幸福感在哪里 所以叫观塘有乐 在人生的起点有师傅教 真的很幸福 知道整个计划 刚才Steven就说了 是选了18位的年轻人 去到观塘的文创单位 做了6个月的实习 那这帮年轻人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就是因为什么条件去配对的呢 问一下Janica 这帮的年轻人其实对文创 都是很有热成 亦都很有兴趣的 但是同一时间他们会思考 究竟自己未来发展的路向是怎样呢 自己又很想为社区去付出 那他可以做些什么呢 如果在配对方面 其实我们有不同的单位 例如音乐制作 书店 有9间的文创机构 青年人当然是希望有得选择 但同时其实如果要实习 又要得到师傅的批准 那才可以拜师学艺 所以在计划的开初 我们就安排了一天是speed dating 那么多个报了名参加的年轻人 和师傅就可以聚在一起 有一个互相认识的场合 互相交流 亦都是一个互相挑选的过程 珍妮娅 你在计划中 你对这18位的年轻人 提供了什么的协助呢 除了文创实习之外 其实被青年人探索 都是我们计划的重心 所以我们计划了不少的活动 可以说是一个留白和探索的位置 例如他们可以和创作人对谈 亦都可以参加我们的创作营 玩剧场游戏 我们亦都有机会 去给他们参加社区的演出 例如是basking 甚至是不同的形式的艺术創作 还有他们有去到活化了的社区空间去考察 亦都会参与由社区里面的社福机构代表 去主持的策展工作坊 听起来真的整个内容都很丰富 上星期日也都举行了这个计划的 整个慶典活动就是观塘友乐 深浪潮文创游 整个活动的详情又是怎样的呢 Steven 我想这次真的很夸张 文创游 我们真是第一次在整个观塘区 经历了六个月 有小店 有一些社福机构 也有一些文创机构一起去帮忙 当然那些年轻人 就已经准备了很多了 拆展活动如何呈现 由早到晚 我们加上差不多有12个活动 有些是卫星活动 到了晚上我们就用一个晚上的 慶典形式 大家二哥会友 Janica 我记得都真的很夸张 整件事 是啊 其实这场的慶祝 不单止是这18位年轻人的 更加是属于观塘的青年 所以我们也有邀请观塘的乐队 来表演 这帮青年人都有自己写自己的歌 可以分享给街坊 同时他们自己也有策展一些活动 例如流动的影响馆 亲子的小智工作坊 甚至他们自己创作的纸影器等等 Steven 未来还会不会有类似的计划 进一步进行呢 我们觉得还未停 我觉得由深水埗观塘 其实会不会在其他区 文创究竟在社区发生什么事 青年很喜欢文创 但也是一种表达的机会 那可不可以在其他区用不同的形式 文创的手法呈现一个幸福的社区 多谢两位的分享 希望你们这些计划 可以帮到更多年轻人 我知道有些年轻人通过这个计划 都成为了兼职或者全职的工作 希望他们可以找到人生的方向更加奉承 想人生奉承一些 其实品尝美食一样都可以的 有浙江菜馆就发挥花雕酒的极致 去烹调一些特色菜 花雕鸡和花雕蟹我就听过 不知道这间酒家有什么秘方 我们一起去看看 以糯米釀造的绍兴酒 是中国浙江省兆庆市出产的黄酒中的代表作之一 它的酒精浓度一般是百分之十四到十八左右 味道甘醇浓厚 中国不少名菜都以兆庆酒入赞 而当中花雕酒更加是品质特好的兆庆酒 而古人亦都用这种酒来做女儿的嫁妆 所以这种酒又会叫做女儿红 浙江菜一听过名 就知它的起源是来自中国浙江 而且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 制作精细 菜式小巧精致 会以河鲜 鸡鸭 豆类 笋类为主 由于浙江菜比较浓味 所以通常都会加入香醇的绍兴酒烹调 令到菜式的鲜味更加突出 我们来到中环这一道 在外场就见到浙江风景影入眼簾 而餐厅的环境就以古典中式元素设计 令人更加容易投入去体现浙江菜的美味 潘九龙大厨入行四十多年 十四岁就去到中环的这间餐厅学厨 短短几年就已经学会华人菜的精髓 之后他还去到不同的国家学习和工作 手艺相当正宗 师傅 是 通常花雕是配蟹多的 是 但你今次就是配蜥鱼 为什么呢 蜥鱼 你没有花雕酒 你是蒸不出那个鱼的香味 以及提升那个质素 所以花雕酒在我们的浙江菜来说 就像煲的一样 那你可不可以说一下这个蜥鱼是怎么做的 做法是我们的蜥鱼一定要三斤半肉质才好吃 那我们就烫水 就放一些酒粮 放一些一支的花雕酒去蒸 蒸出来的蜥鱼就特别好 那我想问这个酱是什么 这个就是镇江香草 这个是吃蜥鱼 你放一些镇江香草下去 更加有种提升的鱼的味道 那跟平时吃蜥的有没有什么不同 蜥是调教过的 所谓的甜点 就是吃大堆蜥鱼的镇江香草 是有调教过的 但一样是用镇江香草 只不过这个没有调教过 是圆的镇江香草 那我先试试 我看到它的肉质是结实的 它是有点鲜甜 是 所以就说这个花雕酒 蒸出来是带动它 加些香草下去 更加美味 而且它的草又不算很酸 是 不过我看到这条鱼 其实也有很多小骨 吃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 是 关于食鱼 是骨最多的 所以吃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另一道菜 铝蜥鸢乳甲的做法是 先将乳甲慢慢煮熟 然后再放入调了味的铝蜥鸥 里面浸一段时间 就成为一碟肉质嫩滑 酒香味浓的乳甲菜式 就吃到最后 知道这个乳甲是做了铝蚥鸥 尤其何 铝蚥鸥鸥的 ? 铝蚥 Sports 誌宁养的 religious 所以把它配上这个乳甲 就是标榜 一个 whirling的酒 和茶佬很好 你又不妨试一下 看看有什么分别 好 现在我们先吃 好 你试地 它的味道比平時吃的花椒再濃一點 酒的味道 女兒紅比較濃郁一點 而且肉質跟雞不同 它的鴿味比雞的鴿味更濃 好像我們的乳鴿一樣 29天到30天的時候 已經是頂鴿 所以肉質比較好 我想問 女兒紅是否通常配紅肉比較好 有否其他配搭 你可以配牛肉也可以 我們有個東波肉 也是用紹興酒來做 但我們也有自己研發的東波牛肉 有些人是不吃豬肉的 我們也有牛肉來做 我們也會加一些女兒紅 讓它濃郁一點 唐代詩人李伯的一首詩裡面 其中一句是 舉杯銷售瘦筋售 如果不是直接飲汁落肚 而像今天一樣耳酒入宅 既可以品嘗到酒的酒香 亦可以吃到食材的鮮味 那就一定不會愁了 因為美食使人快樂 Icy 知道了你對時裝有些研究 你喜不喜歡去看服飾展嗎 我想漂亮的衣服 女生都喜歡看 有時候沒機會穿 但一爆眼複都可以很幸福 好像已故英國王妃 大安娜致力參與慈善活動 她離世之後 部分的服飾流入收藏業界 日前就有國際拍賣行 將這一批珍藏在拍賣之前 免費在香港展出 由今天開始到4月29日期間 在尖沙著一個商場 就會有優雅經典 戴安娜王妃及王室收藏展覽 展出戴安娜王妃多件經典服飾 鞋、手袋和帽 其中就包括戴安娜王妃 1989年訪港參觀香港紅十字會的時候 穿過的兩件色 黃色和海軍藍套裝裙 還有在電影手影禮上 同晚宴上穿過的 藍色薄紗鑽石猩猩圖案晚禮服 有興趣的朋友 就把握時間去欣賞 欣賞外國服飾 也不要錯過本地經典文化 由客民處舉辦的 第二屆香港流行文化節 以爬文爬舞為主題 特備多項的精彩活動 其中由昨日開始到5月5日 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堂舉行的 經典舞俠劇服飾道具展覽 就會展出大約30件70年代到千禧年代 電視舞俠劇的頭飾服裝和道具 其中經典展品就包括 神雕俠俠女入面楊過的大合服飾 小龍女的白衣 還有以天屠龍記的屠龍刀 蛇雕英雄傳 黃藥絲的蕭等等 節目詳情可以瀏覽香港流行文化節網站了解多些 藝術品可以滿足大家的心靈 而食物就可以填飽我們的圖 食物銀行一直為低收入家庭 露宿者等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短期的食物援助 不知小朋友又怎樣看食物銀行呢 食物銀行是一個非牟利機構 主要是會從各個地方收集食物 供應給有需要的人 我們可以捐一些我們吃不完的食物 給食物銀行 食物銀行就會批發給有需要的人 比較有特殊情況的家庭 他們無法有食物 這個食物銀行就會四至六個星期的 食物資助給他們 而是服務不同的居民 我認為最重要是可以捐一些肉類 有豐富的蛋白質 以及可以補充我們的能量 我幼稚園的時候 都試過捐贈這些食物 麵包類 因為麵包類那些 就不會那麼容易腐爛 我就會捐一些可以長時間 保持住的 例如罐頭類的食物 限時會很久 不會馬上過期 街道 展開 雜鵑 雜鵑 任何